这个兽巨人高达17米 外形裤子猿猴 两条圆壁长过膝盖 拥有机场的控制力 他将马儿抓起 挥舞起长长的手臂 直接抡出百米远 男人大惊失策 下一秒 马儿砸透防顶 极强的冲击力将男人镇下防顶 结果就被小巨人活捉 男人拼命反抗 但仍然被摇断双腿 命悬现之界 兽巨人走来蹲下 这张恐怖的面孔 吓得男人直发愣 直到小巨人肯失呆 他才被痛感刺激醒 突然 兽巨人阴沉下脸 他抓住了小巨人 竟然给捏爆了 男人摔到底面 满眼灌满惊恐 这时 兽巨人做了个惊人的举动 男人瞬间愣住 活了三十多年 他头一次听巨人讲话 兽巨人见他发愣 叫伸出长臂之手 取走了他的机动装置 随后 兽巨人下令 巨人群纷纷涌向男人 男人不幸沦为了食物 那么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兽巨人又从何而来 我们从头讲解 艾伦和安妮大战后 城墙遭到严重破坏 竟然在城墙的夹层里 出现一个巨人 而且还活着 士兵全吓坏了 就连韩吉本人 都难以置信 保护人类 免受巨人袭击的城墙 居然是巨人的身体构成的 就在这时 神父匆忙赶来 急忙盯住韩吉 韩吉立刻拿步盖住巨人 他质问神父 这到底什么情况 然而 神父竟然拒绝透露 即便韩吉将他掉在城门边上 他都宁死不肯透露一个字 看来这里面大有文章 韩吉将他扔回了城墙上 立刻将此事汇报给阿尔文 阿尔文正忙得焦头烂额 因为还发生了一件大事 巨士兵快报 第二道城墙 罗塞之墙 居然被巨人突破了 12小时前 罗塞之墙的南区兵舍 科尼和沙夏等人 奉命驻守在这里 既无作战装备 也不清楚驻守的目的 反正就这么前坐着 米克镇守在亮望塔上 突然之间 大量的巨人从南边袭来 看样子 只有一种可能 罗塞之墙被突破了 众人赶紧骑上站板 分为东西南北四个班 分头疏散附近的居民 沙夏家在北部森林 对北部地形很熟悉 所以他去北边 科尼要去最危险的南边 因为他的家乡在那 他很担心家人的安危 莱娜和贝尔托特 选择被他一同前去 米克命令众人 立刻行动 他负责阻挡巨人 就见米克 当时在翻弓 一发蓝层 转移到巨人的后庭处 接着一击重砍 完成了斩杀 他又及时在巨人的手臂上 一招回旋之战 收下了人头 米克华丽落领 已经斩杀五只巨人 还剩四只 时间已经争取够了 米克收到路销 呼唤战马撤离 然而远处的兽巨人 却引起米克的不安 米克只把兽巨人 当成其心种 他并不知道 兽巨人有多么可怕 就在他的战马 快回来那一刻 意外发生了 兽巨人将马抓住 米克大惊 后面的事 就是开篇那一幕 米克壮烈牺牲 与此同时 莎夏几马赶回家乡 突然 一面将出现巨人脚印 莎夏心里一惊 千万千万别出事 他急忙赶回村子 就见巨人 正肯持村民 他举举重复 猛砍巨人的后劲 但这呢 毕竟不是职业兵器 竟然造不成任何伤害 就在此刻 他发现 屋内间还有孩子 莎夏抱起来就跑 他这时才知道 孩子母亲患有腿疾 所以才被巨人抓住 莎夏心情很是复杂 巨人一路尾随 他让女孩前跑 他来阻击巨人 莎夏发生山坡 巨人立刻朝他逼近 眼看巨人静态之时 莎夏直接用掉弓 紧过弓箭 一击重寸 让巨人秒被成瞎子 莎夏赶紧留掉 急忙去找孩子 惊喜的是 孩子已经被村民救起 而村民的领袖 正是莎夏的父亲 见父亲和大家无大爱 莎夏悬着的心总算放下 父亲夸赞莎夏 很是勇敢 莎夏倍感欣慰 而柯尼 就没莎夏这么幸运了 他和同伴两回村子 村子已经被巨人破坏殆尽 所有村民都不止去向 既无淘宝的中介 也无一丝血迹 真是太奇怪了 而在柯尼家里 竟然还躺着一个大眼女巨人 完全把房子砸了个稀烂 照此看来 村民发誓凶多吉少 见状准只好继续南下 去探查罗赛强 到底哪段被破坏了 正当柯尼起马离开时 诡异的一幕发生了 巨人竟然会讲话 柯尼隐约听见 巨人好像在欢迎他回来 这时莎夏催他赶紧出发 柯尼正好堆下一门离去 西边这边完成数段居民的任务后 转头南下探测罗赛强 尤米尔和克里斯塔 也在队伍当中 尤米尔本想带克里斯塔撤离 毕竟没穿戴作战装备 一旦遇到巨人 就是死路一条 但克里斯塔执意要留下 尤米尔为了守护他 选择以命相保 东班则和驻扎兵团会合 组建防线 耗风巨人 军的攻势被遏制住 李克空中毒刺 不断地斩杀巨人 同时 住宅兵团也在探查罗赛强 奇怪的是 一 罗赛强完好无损 二 沿途压根看不到军的中介 真是太奇怪了 到晚上时 南班沿着罗赛强前进 愣是没有发现 城墙有被破坏 突然 前方惊险鬼火 走进一桥 见识西班 双方却步满脸惊讶 彼此都是沿着罗赛强前进的 但都没有发现 罗赛强被破坏 万般无奈之下 众人正好去附近的城堡休闲 使脱黑斯区 调查兵团紧急撤离 艾尔敏存有疑虑 艾伦和三里呢 也是一头无水 众人在艾尔文的带领下 连向艾鲁米哈区转移 神父也一同随却 但他始终拒绝透露 关于城墙的任何信息 艾伦很生气 差点把他掐死 哪怕是利维尔拿枪威胁他 他都闭口不言 寒急愈驾不安 城墙隐藏着惊天的秘密 快半夜时部队才抵达目的地 看到书案的居民流离失所 神父震惊到了 这些都是活生上的生命啊 于是纠结之下 神父找到韩杰 告知了一个重要情报 有个人是关键 我们必须尽快将此人保护起来 当神父透露出此人的名字 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利维尔立刻进行作战部署 他因为有其他任务在身 不能跟随众人行动 他对众人下达作战命令 立刻奔赴罗塞强 不惜一切代价要夺回此人 城堡这边 竟然被俊包围了 数量就有20多只 最让主人惊讶的是 兽俊居然也在附近 不解的是 兽俊竟然竟然向城墙走去 压根不理人类 健壮班长带头迎战巨人 但能作战的只有四个人 心智不容乐观 其余的人退入到城堡内 莱娜下的二楼 没争想 居然竟然已经闯到门外 莱娜赶紧快点上座 自私顶住了房门 赶紧让队友打东西过来 下一秒 主人的手臂就砸烂了房门 莱娜瞬间紧住 眼看大手抓住莱娜 危急时刻 莱娜一个闪避躲闪 但这个巨人已经探紧脑袋 这时 贝尔托德赶来 超级目叉 一击中渣 来了个爆头杀 莱娜赶紧起身帮忙 紧接着 优秘尔和科尼 推来铁炮 两人赶忙躲开 铁炮滚下楼梯 眨眼间 就将主人砸成肉饼 众人赶忙退回三楼 没想到 门外居然还有一个巨人 就见他张开血奔大口 至少科尼扑来 紧急关头 莱娜推开科尼 结果他呢 就被咬住了胳膊 众人全部慌了 克里斯塔召集去救 优秘尔呢 赶忙活在他前后 莱娜强忍举动 大副加身子 脚撑跌 既然将巨人举了起来 科尼都傻眼了 你才是巨人吧 莱娜举着巨人 迈向了窗户 科尼赶紧追上去 掏出利刃 割断了巨人的下颌骨 莱娜抽出胳膊 赶紧推到一边 优秘尔一气大叫 巨人直接摔成肉酱 随后 众人又扎过了房门 克里斯塔扯烂裙子 给莱娜做了个包扎 这番春景 让莱娜愤然心动 优秘尔马上吃醋 然后钢铁之弹克尼表示 优秘尔直瞪眼 克尼竟被莱娜 设身未及的品格 于是 他询问贝尔托特 你哪是老乡吗 莱娜从小是这么热情吗 贝尔托特面色凝重 莱娜满脸疑惑 贝尔托特没再发言 优秘尔打断助人的谈话 有这些功夫 还是赶紧想办法保命吧 此刻 城堡外面 班长和指导员 利用高塔 进行机动作战 已经斩杀过半的巨人 照此下去 再费两三个小时 就能禁出所有巨人 就在此时 避免突然发生大爆炸 两人吓得胆战心惊 等烟雾散却 竟然是马儿 最后 骨儿巨石落下 直接砸中了撂网塔 两名士兵不幸被砸身亡 众人听到响声 急忙到塔顶 这下作战的人员 仅剩班长和指导员 科尼向外一看 顿时眼前一惊 就见更多巨人不断涌来 少说有四十多只 班长和指导员陷入苦战 众人命选一线 心事极其不利 他们该怎么逃脱 我们下期接着说 本面角近期的巨人 是第二季的第一到第四节 本期问题 大家猜 酷似猿猴的巨人厉害吗 觉得厉害的 发生一 不厉害的发生二 酷似猴猴的巨人 智力很高啊 还在研究机动装置 好了 本期内容就到这了 这是不乐新频道 大家多多支持 记得点赞订阅哦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